直通赛再爆冷门 国平王牌组合21连胜被终结 今天以双线溃败陷遗憾 本京时间3月29日 国平直通德班适应赛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 这一天将会产生混双羡慕的冠军 所以备受球迷关注 在前一个比赛日中 混双四强就已经产生 两场半决赛的对阵形势为 王楚清 孙颖沙对阵临时洞怀慢 相鹏刘伟山对阵梁敬昆前天一 而上一战直通赛获得过亚军的组合 林高远 陈庆彤 于子洋 孙明洋 在本战直通赛中均无缘四强 不得不说国平对队的竞争确实非常激烈 其实在混双羡慕上 沙头组合无疑会锁定一张德班生命弹的门票了 首先二人高居混双世界第一 再者二人搭档 刚刚在新加坡大满贯赛混双比赛中实现未免 至此有很多人就认为 即使沙头组合不参加国平对队的直通赛 被国平阶段组直接给予失明赛的名额 所有人也不会有任何意见 毕竟沙头组合确实太优秀了 而目前除了沙头组合之外 国平还有一对混双组合 在经济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那就是动漫组合 在进入2023年全新赛季以来 李世洞怀伴分别将南非德班挑战赛 卡塔尔多哈挑战赛 卡塔尔多哈支线赛 约旦安麦支线赛 和约旦安麦挑战赛 五战赛次的混双冠军收入囊中 加上本次直通赛混双小组赛的三连胜 动漫组合在2023年的连胜场次 已经达到了21场 可以说给所有人带来了很大惊喜 不过在28日晚间 经过抽签之后 林世洞奎曼组合运气不佳 本次直通赛混双半远赛 抽到了夺冠大热门王楚清孙颖沙 而目前半远赛已经结束 动漫组合1比3不敌沙头组合 至此林世洞奎曼在2023年的21连胜被终结了 可以说非常遗憾 不过林世洞和宽曼都很年轻 未来依然有很多的机会 而另外一场混双半远赛中 相棚刘伟山3比0横扫了梁静昆前天一 这个结果也是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 值得一提的是 受到外界关注度极高的前天一 在单打项目上没有获得小组出现 最后一轮0比3完败于王毅迪 至此本次直通赛的成绩 对于前天一来说确实显得太遗憾 同时也说明了 目前的前天一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至此本次直通赛的混双决赛正式出炉了 有王主钦孙雅雅对阵相棚刘伟山 不得不说 只要杀斗组合正常发挥 走到过境的难度并不大 目前杀斗组合基本上就锁定了一张 市民赛门票了 而另外一张混双市民赛的门票会花落谁家呢 我们将拭目以待 我们下期再见